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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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提不走 把方庭流光一世 男儿知 英雄梦岁月如书 江山浓 耳履青 历史如伦 风雨如 山水天 争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成天地 五十月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千秋万代 光彩永存 成天地 赵励 成天地更 shocking 成天地 金山大 激烈 Muito喜んで 将军 喝杯酒吧 罗将军 还未尽兴 何必急着走啊 全给我退下 罗将军 若是不喜欢 咱们就换几位割机 下去下去 是 大敌当前 你们二人 还有心思寻欢作乐 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 原来是身为主帅的 纵于声色 这样带兵的话 好像不能服众吧 罗长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 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太子请息怒 罗将军 打了一场胜仗 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何妻呢 罗将军 喝杯酒 消消气 对了 罗将军 父皇这次派你来 子经官解围 不只派了你一个吧 前方战事紧急 秦书宝将军 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我等秦王旧将 被贬回乡 均已心灰意朗 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 恳请我出战 你们以为 我会来子经官解围吗 原来是市民 请你出战的 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皇上已经答应了 若是解了子经官之围 退了厚瀚大军 到时就放秦王出去 还有 还要召回被贬重将 为长安复职 那我们就盼着大祸全生了 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 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骆将军 你看什么玩笑 我们光明磊落 有什么好心虚的 骆成 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 他最多是个秦王 而我是太子 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 你如果识相的话 就归到我的帐下来 将来我登基之日 均临天下 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我只是个武将 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 我不知道 但是 今天大敌当前 如果太子 还要争权夺利的话 好像不大合适 罗长 你不要不识相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 不用太子抬举 对了 多喝酒 有害身体 本将今天也累了 先行告退 罗春 我们走 不认识 不认识 什么 这 是 不认识 这 你 你 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 随便派几个武将 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太子 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不不不 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 打扰了罗将军您 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了 太子殿下 昨日喝酒只是应酬 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勉强 这些人都不愿意 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 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 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只要末将出战话 一定取其手机 罗将军有把握吗 如果取不了手机的话 罗城甘愿受罚 好 那某个人大都不愿意 这么刑 优优独头 老子 蝶洞 报告大王 罗程没有追出来 大王不必担心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还是走远点为妙 这个罗程这么厉害 还好紫禁官没有派援兵出来 要不然啊 你我都难逃此劫 我都难逃此劫 这个罗程这么厉害 你说对不对啊 照我说的没错 帝君打败 为什么不成胜追击 罗程 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 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 为什么不派兵出城 你就不用多管了 罗程 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 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 不去苏定方首级 甘愿受罚 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也罢 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是你心甘情愿受罚 来人呐 打罗程二十军棍 是 方爷 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到苏定方首级 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 功有可补 罗春啊 你一个小小的副将 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 你吃了包子仔了 你 替罗程求情 与罗程同队 来也去一起打 来人呐 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是 打就打 领报大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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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军内控军心不稳 再加上罗程受伤 这是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啊 袁将军 即刻准备兵马 夜袭紫金棍 是 这些人 李将军 好在伤势不太重 但今晚 你只能趴着睡了 可惜呀 连你一块受罚 什么话 我为将军受罚 是心甘情愿的 只是李建成他瞒不讲理 实在是太气人了 要破厚瀚大军不难 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 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计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 我看你还是趁早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 只是我答应了秦王 放下私院保大唐江山 如果我走了 那就嫌秦王于为难境地 末将知道了 咱们先吃饭吧 文字幕臣 马上他就会 你还想要 王要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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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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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去看看 罗城 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 你还有心思吃饭 赶紧披甲出战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尽 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住嘴 我的话就是军令 为者斩 你 快去呀 你干不干活 不吃饭 哪有力气打仗 好了 罗春 比输了 我冲战便是 快关城门 任何人不能进来 快点打开城门 放罗将军进来 外面人这么多 万一被天军估进来了 谁负了其极的得人 好 开门 开门 太子有令 不许开门 罗城 不是我不想开门 只是你说过 不取苏定方的首级 就不回城 说出来的话 又怎么能验回去呢 你言而无信 我怕军心难定啊 罗将军已经杀了 敌方的主将 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 怎么杀得了他呀 快开城门 放罗将军进来呀 这个我不管 不取苏定方手机 就想进城 你 你是谁啊 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 来人哪 对 把他押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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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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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太子开安 放罗将军进来 罗将军他身上有伤 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罗承态度嚣张 不服统领 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 杀杀他的锐气 熬了他那么一夜 他也应该明白 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 这样吧 罗承明天若是再能取胜 本王便放他进城 这下尊卑 又你 是 这 有黑烫 是 是 罗长 原来你是有有无谋之辈 落在我的手里 看我怎么收拾你 留黑大理这个小人用奸机害我 放箭 你 你 你们 帮你 大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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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王爷大事不好了 后汉大军攻城 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 骆成呢 快 让他给我顶住啊 骆成已经被乱奸射死了 什么 这消息可靠吗 小的也不知道 敌军快攻到率府了 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三弟呀 三弟 你看看你 玩出祸来了吧 骆成一死 谁来把我紫禁关 大哥 事到如今 你也不能怪我呀 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大哥 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罗夫人 徐大哥 有什么事吗 怎么了 徐大哥 罗夫人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忧伤 什么事 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李先生 他他死了 想不到 攻下这小小的紫禁关 竟然废了这么大的周折 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 自毁长城 逼死罗城 要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的 罗城一死 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材都没有了 只有让那李元老二御驾亲征了 明日发兵 攻打通关 大王 罗承虽此 紫金关也已攻下 可罗承杀得我们梁将尽尸 士气低沉 若此时攻打通关 还有些吃力啊 你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 即刻修书给苏州王神法兴 鲁州王徐元朗 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 可我们三家之力 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是 皇上 紫金关一破 形势就更加危险了 中午探马报告 苏州王神法兴 鲁州王徐元朗 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 与刘黑踏会师 马上就要攻打通关了 通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 通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 通关一破 昌金关的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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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呢 vessels发生了 在乌州王者 信箱给你当上 我带击到很有名的 尸体在乌州王上 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朕死了以后 恐怕宫中再有事端 你们想一想 市民战功卓越 深得百姓爱戴 风头避盖太子建成 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 又会重蹈覆辙 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皇上 臣等不敢为难皇上 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 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 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 为罗成报仇啊 罗成是中了厚汉的诡计 死在沙场上的 跟建成元 Later有什么关系吗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 罗承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禁关外 孤军奋战 得不到援兵 才重埋伏而死的 这个业障东西 想不到三殿下 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他还害死过谁 回皇上 四殿下李元霸 是被三殿下所骗 举锤骂天 所以才被雷电击死 此事是臣亲眼目睹 只是怕皇上动怒 一直瞒着您呢 此话当真 此事事关重大 臣不敢撒谎 简直下 李元傅 宝贝 硬宝贝 负罕 皇上 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你起来吧 谢父皇 朕马上降旨 召回你的旧部 秦书宝 程咬金 御池贡 官府原职 由你率领他们 到通关抵挡三国联军 全力收复刘黑塔所占国土 父皇请放心 只要有秦书宝等人相助 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师弟 打败三国叛军 不过儿臣此去同关 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 害望父皇保重龙体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小心 战场上要小心点 散朝吧 皇上 臣徐茂公 有一事奏请 你说 皇上 秦书宝 程咬金 御池贡三人 屡立战功 对我大唐忠心耿耿 但因某些原因 被霸之还乡 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 恐怕三人心有余悸 未保其无后顾之忧 全力救国于危难 理应褒奖 臣有一建议 能否刺封三人 黄丰兵器 秦书宝应用双茧 可封为金茧 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 下可打弄拳奸臣要挟 程耀金用斧 御池公用边 可依次封为金斧金边 此金简金斧金边 三件黄丰兵器合力 可匡扶大唐 以正朝纲 保我大唐江山 稳坐万代欠庆 好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把黄丰兵器一事 写在赵秦书宝等人 回朝的圣旨上 让他们放心地回朝效力 真因身体不适 三朝吧 回朝 恭送皇上 大家别急啊 别急 有的事啊 大家别急 别急啊 有的事啊 没问题的 都有份啊 别急啊 你在这儿杀败什么呢 就是啊 咱家都快接不开锅了 你还在这儿帮别人 闲着也是闲着马 相礼相亲的帮人 你这么怕什么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视山空啊 哎呀 两位夫人 不要着急 还不相信我吗 我御之公的手艺 在这儿远近闻名哪 手艺倒是有一点 可是每次来了客人 你不是把人气走 就是把人给撵走了 我 你还有脸说啊 我们是打铁的 不是卖艺的 人家要四十 你给七十 人家要几十几 你就给人几几 这行吗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什么什么呀 就你明白 人家都傻的 整天游手晃闲的 除了吃饭就是喝酒 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 你天天只想你自己 你想不想过 对呀 你没有我们这个家想过吗 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你个大男人怎么做男人的 怎么做男人的 怎么做男人的 让什么人啊 喝酒去 两位夫人 没钱 圣旨到 玉池公接旨 接不接啊 快接令啊 接不接啊 好 玉池公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宣玉池公回京官复原职 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同关 阻击厚瀚刘黑的大军 令封玉池公所用铁边为金边 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 下可打弄权奸臣妖邪 速回长安 与秦王会师钦此 两位夫人 你回去吗 当然回去了 纸都急了还不回去 你还配什么话呀 赶紧回去做婚啊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就是嘛 不行 那就走吧 哎 久等了 我们还是烧鸡呢 马上就好 出房 这还有一只烧鸡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咬金啊 烧鸡好了没有啊 哎呦 你来试试啊 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哎 你又偷吃啊 哎 我每只都吃都为你看这 哎 咬金啊 咬金 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嗯 在里面煮着好香的 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 快点快点啊 我马上去看呢 哎呦 哎呦 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 最终要是他爹吃嘛 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 哎呦 这些 可知谈心 可知谈 停停停 下半句呢 我饿着呢 我还没吃饭呢 哎 刚才你的饭呢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哇 你个死胖子 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 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 哎 不对啊 我今天真的好想把你饭吃光了 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 哎呀 吃饭就吃饭了 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不要吃饭 太平啊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他拉我的饭全吃光了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说怎么太平 每天都饿肚子 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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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住手啊 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 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 你看你的肚子啊 不是啊 你那个时候做做皇帝才减肥 还不做皇帝 有圣旨道 有这样的事情 我要去看看 哦 皇上有旨 祿福皆旨 方天成日 皇帝诏曰 照程瑶金贾福顺 返虎回京 官赴原职 跟随秦王李世民震寿同关 阻击厚瀚刘军 令方程瑶金所使战俘为金府 尚可达不孝王孙公子 加达弄权奸臣要挟 截止后 速速回长安 与秦王李世民会师 亲此 谢祖能安 好啊 秦王从天牢放出来 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那我们赶紧通知反虎 收拾行李吧 好 以后不用读书了 秦城瑶金 殉池宫 贾普顺 柳州臣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钟爱卿 你们这次回来 等击退汉军之后 朕还要重赏你们 怎么 没有看到秦书宝呢 回父皇 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 可是 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找不到秦书宝 能胜厚瀚三家军吗 皇上 铜官已经发来紧急奏折 守官艰难 形势危急 依臣之见 来不及等秦书宝回来 必须赶快出兵 借铜官之为啊 那就马上出兵吧 程耀金 豫迟公 贾府顺 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赴原职 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谢主伦 皇上 臣有一件事 请皇上答应 豫迟将军 请说 臣有两个夫人 又是武将 功夫又不错 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 跟臣一起出征 女将出征 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回父皇 豫迟将军的两个夫人 儿臣曾经见过 武功不错 应该可以为将 皇上 至今未找到秦书宝 我军将力有些不足 豫迟将军的两位夫人 虽是女流 但足以冲锋陷阵 可以一用 既然你们几个都怎么说 朕就封豫迟将军的两位夫人 为镖旗将军 随大军一起出征 遵旨 请问这位大哥 你们是否从铜关逃出来的 是啊 那边战事如何 今天岛上刘黑塔率三国大军 强攻铜关 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 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受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听大伙说 早上一攻城 太子就逃跑了 多谢大哥 不不客气 陈将军 议持将军听令 末将在 命你二人带领两外人马 杀戮同关 切断敌军后路 并以合微之事 力争揭灭攻城敌军 是 驾 驾 黑夫人 白夫人 贾夫人 反武听令 莫降大 命你四人带领圣余人马 直奔通关 守住城池 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 歼灭 是 三位大王 大事不好了 唐兵援军到了铜关 攻城军队死伤惨重 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什么 唐兵援军到了铜关 将军之中 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 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又是这个李世民 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 害得我功亏一篑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 可有一个是双减的 有双减的没有 只有两个黑脸将军 一个用佛一个用鞭 非常厉害 程咬金御池宫 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没有秦叔宝虽好 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 程咬金和御池宫啊 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 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程咬金御池宫虽然能打善杀 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 可是我有一条妙计 如按此季服役攻城 攻破通关 指日可待 齐北秦王 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敌方主将是谁 没有主将 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 后面还抬着人踢 一定是什么阵法 殿下 臣觉得这可能是三财阵的一个变化 只是不敢肯定 哎呀 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 你不敢肯定 你卖什么关子 秦王 我御池宫愿带兵出城 会会这个三财阵 御池将军 要小心 作命 作命啊 我御池将军 你不敢肯定是什么 我御池将军 我御池将军 快去 是 孩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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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放開 別人 来 滴山 我们走 规走 是 并皇上 齐王殿下道 传 是 宣齐王 父皇 找儿臣有事啊 你先跪下 父皇 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我问你 罗成是怎么死的 罗将军 是中了刘黑榻 苏定方的陷阱 万界穿心而死的 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十分的悲痛 还有 你四弟原罢是怎么死的 父皇恕罪 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迹而死的 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 我没有好好照顾他 父皇要是怪罪 就罚儿臣吧 我听说 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父皇 乌庸啊 一定有人陷害我 父皇 我 哭舌 你骗原罢 举锤骂天 是他遭雷击而死 还有 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 不胜不许进城 是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 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父皇 你不要听信谗言 没有这么一识据 怎么就怀疑起二臣来了呢 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 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父皇 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 心怀勃测的大臣们 二臣真的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好 等市民从通关回来 让他去查办 下去 父皇 为二臣做主 什么 他在查罗成的死因 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 我想 一定是徐茂公 刘文静 和市民的救赎 从中作梗 想害我们兄弟俩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 等我登基之后 一定饶不了他们 哎呀 我的大哥 本来我在想 加拿你一定会是皇帝 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想 市民凯旋归来 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 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我是掌房太子 凭什么立立市民 哎 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 哎 什么时候了 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 哎 你想想 市民现在战功卓越 而我们俩呢 丢了紫禁关不说 还差点丢了铜管 哎 三爹 你主意比较多 你 你总得想点办法 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事到如今 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先下手为强 我们在长安 布置心腹军队 等李世民回京时 不让他见父皇 你的意思是 哼 杀 爷爷 我饿了 你看呢 我饿了 爷爷 大事大叔们 你们快点起来 进屋休息休息吧 快起来吧 来 快起来 别急别急 慢慢吃 这里还有 慢慢吃 慢慢吃 你慢慢吃 别急啊 慢慢吃 哎 孩子慢慢吃 老婆 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说嘛 一路上来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我们一旁人常常逃到这里 听说那个紫禁关已经失守了 你说什么 紫禁关失守了吗 失守了 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 这场战战都不知道打到几时啊 亲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冬关了 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 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 表哥敬你 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表哥敬你 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fucked up 这杯 表哥陪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师 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我救我娘子 你找什么乱的 没我在前面挡着 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 现在不是斗技的时候 军师 让我们出去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 现在敌人攻势正猛 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 送死 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了 你这是干什么 军师 我们城里的剑就快用完了 我们不杀出去 他们就要攻城了 秦王 你 军师 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尽他们 就是我的武功最高了 再说 主帅挂阵 我们可以鼓舞士气 或许这样反倒有异博 军师 现在情况紧急 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既然殿下坚持 我昏明二将在城内等候 一有情况 马上接应你们 那好 等我出城之后 你就马上紧闭城门 除非我们战胜 否则 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 让别人有机可乘 这怎么可以呢 这 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这样就是说 如果我们打不赢 就没人来救我们 那把军师进来 军师 请下令吧 好 那就麻烦军师了 程将军 鱼池将军 在 我们三个人 一起杀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